男人 我的意思是 保住第一轮 争取第二轮 再被 披押 有没有信心 有 瑜伽斗道 大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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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参加 马晓帅先生 大十六女士的新婚 圣典 有请二位新人 步入新婚的 变堂 看 我们的新郎 高大威猛 气宇宣昂 再看我们的新娘 婀娜多姿 那怎么解个婚 还抱孩子上来的 啥呀 我主持上半场婚礼了 头回看着你俩这么出场 真气发呀 动啥呀 这叫创意 你是私宜呀 我是私宜 行你别跟他指板了 我问你 咱俩这婚礼彩牌几回了 四回了 那怎么这广告一回比一回 给我一个婚礼的解释 什么意思 你猜猫子干嘛 啥意思 对呀 广告啥意思啊 这不都是你的意思吗 把这些广告赶紧都给我撤了 快点的 你过得来老同学 我就说这玩意不行 你瞅谁家结婚去挂这玩意 干的都跟招商会似的都 你以为我不知道哥人吗 那我有啥招啊 我媳妇跟我说了 俺俩结婚 新式新败 不收彩礼 不收礼啊 要不然我能从你那借三千块钱 布置今天这婚礼现场吗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些广告 要是插不进去的话 我欠你那三千块钱 使不上啥时候还你呢 等一会儿来 扫吧 不行这玩意先别撤了 行不 你撤 你撤一个 网子给你拿一百块钱 那你看 车 敢撤一个 我扣你钱 你要这么老实 我就明白了 行不 有请二位新人 有位 张大律师是沈阳知名律师 擅长载务催款 经济纪纪 资格认证 专打离婚 联系电话 136 137 不整黄了 不宽气 谢谢 你呀 你小广告喝的 不错呀 是不错 整个离婚率是不行 还得给他俩整个大的 大的 小子还怕 拆不散呗 不是嫂子 你理解错了 不是那意思 咱家 你主要我哥交的 你俩婚礼现场 必须把所有广告 全 那个 他的意思就是 广而告知大家伙 咱俩结婚了 对对对对 嫂子我哥说的没毛病啊 行 好 哥哥来来 接下来进行婚礼 下一项 来来来 有请二位新人面对面站好 首先 有请新郎 揭开他内心的谜底 别见了 你先说 亲爱的 我晚上睡觉打呼噜 没事吧 这么光严的时刻 你怎么能问出 这么不严肃的问题呢 好吧 他说他晚上打呼噜 问你没事吧 没事 哥他说没事 我也打 打呼噜 不可怕 一个传人俩 问我怎么办 烧烤 去西爬 怎么办 你这是 咋的啊 好好个婚宴 直接把我变串店了 不是 那两个媳妇 她是啥意思呢 她是说呀 咱俩呢 是一根签子上的两块肉 你是肥的 我是瘦 对 要想一块吃肥胖 就到中间 鼓楼号 上边的婚 我问你 你是跟广告结还是跟我结 你就再这样 咱俩别结 结什么婚 结婚 哎 媳妇 媳妇你别生气 我今天吧 就我干这事 都是她的主意 我就知道不是我老公的主意 你说吧 怎么回事 你会不会当思义 你怎么回事 对 就是我的主意 在你俩婚礼现场的时候 家的互动环节 互动啊 对 互动 互动环节 你看这是 我心死 还互动 误会你老大兄弟 来来来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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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快快快 二位新人请跟我来 咔 美酒总是最好的点缀 那么接下来 就有请二位新人 走到杯茶前 共同去浇灌 你们的爱情吧 现场 单身的朋友们 难道你们不想 像二位新人一样 拥有自己的爱情吗 那么好 请登陆 老王 混练吧 赶紧给我过来来 我保证会不打扮你 你给我过来 多大 我还真的 我今天 我对付不了你 我这婚礼还离不开广杠了 你 过去 那我过去他也离不开广杠了 你 过来 我过来他不也离不开吗 那他过去 谁主持啊 你去 我看天 那谁当新郎啊 嗯 没什么 你啥意思 我扫你 主持啊 啊 将你们爱情的火炬点亮 你说你这个磕了八成的新郎 你这个娇艳的新娘 你俩没羞没臊地绽放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祝福二位新人 共筑爱潮 要问爱潮在何方 地铁旁 别墅房 交通便利物业墙 地下三层 坐北朝阳 四季无光 私密性墙 要问目的地在哪个阿兰 这个问题 找老梁 好 老子溜啊 我都被咱俩说肥了的我 老子你老激动 你给我过来给我解释 别闹 我保证我也不打死你 不是 媳妇这事你听我跟你说一下了 是啥 不是 她是咋好事的 没问题 你听我跟你说 你上那套说去 你给我上那套说去 老子呀 老子呀 老好的婚礼 直接给我埋独立了 你咋想起来 那我就想吃点火告 收点钱回来吗 好 我终于说实话了 跟我俩结婚就为了挣点钱 这么回事 老子为什么出这么多的招啊 不是 那你咋意思 老婶 我说媳妇我是真没钱呢 我再给你最后一句题 我问你 婚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婚礼婚礼 表面意义为了娶你 实际目的往回收礼 说啥呢 要不要你笑我 你说那话我嫂子都不在听 再说你收礼怎么就那么着急呢 白满月酒的时候不也能收吗 你上去 行 得 好 明天咱婚礼取消 不是 媳妇啊 我大点事 你这个别 我听连我都发出去了 你这是干啥呀 变海气 半婚礼 我说了算 我宣布大石楼和马小帅的婚礼 今天 完了 正式开始 好 明天就开始了 哎呀 那最好赶是吧 太快了 来啊 最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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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就得平平淡淡 婚礼最好 简简单单 做人不能光药脸面 实实在在才能 幸福百年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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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跟博 博汉林认识以后 我真是很少再碰到 比她还瘦的 今天我是开了眼睛 我冒昧问一下 你们俩是两口的吗 我们俩不是两口 但是我俩是工作中的搭档 搭档 我俩是羞的 我说如果这样是你们家属在现场 看到这个 可能心里会不是很舒服 又搂又抱着 今天正好赶巧 就是我女朋友 也在现场 这就干了干了 干了去 在哪呢 最近这位 就拍我这个 那一会咱俩走吧 你能看这个你生气吗 不生气 为什么呢 是不是看习惯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喜剧人的家属 连这点气质都没有 就太不对 走 我想这点 可能又是汉林体会最深吧 因为诸多的喜剧人当中 这龚汉林老师和他爱人金珠老师 多次联媚出现在舞台上 汉林老师 你怎么看这样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 就像刚才这个小帅的女朋友讲的喜剧人嘛 是有这样一种喜剧精神 这本身也是职业精神 如果我们这一点就是生活与舞台都区分不开 那就是网对喜剧这两个字 我觉得你们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 演员的表演很自信 但是我总是有一种感觉 女人在舞台上过分的强势 破坏了女性的一种美感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说实话我觉得你几个演员 表演一点问题没有 很流畅 表演的人物都很到位很准确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作品问题 如果有机会你们留在这个舞台上 那我希望你们真的对剧本的要求 再苛刻一点再严厉一点 我特别同意潘哥说的 弄得大石榴也特别难演 弄得你就是 就是从头横到尾 因为你没辙呀 你就是不停地愤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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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表演愤怒 所以你演的也不舒服 是不是 你上了就一百度 怎么办呢孩子 对 开水才一百度你怎么办 你上不去了 就是因为你的构架本身 不能够提供推动情节充分的女友 那么演员只能像 被这种雾形的东西 像鞭子一样赶着往前走 是因为戏实在撑不起来 你们只能通过表演来把这个 完全地打开一天天 所以最后你看演的普遍比较大 我从对你们这个节目来看 我不能给通过 大十六 我很多年轻的喜剧演员问我 财老师 你在中国演喜剧很难 喜剧演员演喜剧就更难 因为中国的传统女人是应该是 有女人的样子 座有座像战友战相很难 端庄 端庄大方 如果分寸掌握不好 观众会对你会有意义 其实特简单孩子 就一句话 演什么都别忘了自己是个女人 我觉得你们三个演员是好演员 所以我给你们亮灯 我非常赞成蔡美老师刚才说的话 因为组团上周晚这个舞台上 需要你们这样的喜剧人 所以说我是为演员给的 给你们亮灯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灯再亮 他们就入围了 入围 入围就意味着你们下次 还有展现的机会 但是如果还是这样的作品 那就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会很失望 希望你们要很努力 我们很展现 来 来 太亮了 我要是说想借助今天这样一个舞台 我想说几句话 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你快点说 说呀 我想握着我女朋友的手说 来 来吧 这个女孩呢 是我现实中的女朋友 已经跟我在一起三年了 这三年的时间呢 可以说我没有带给她太多物质上的东西 也没有给她多少钱 但是这么说吧 我的钱包可能跟我的身板一样 但是我虽然没有给她很多 但是是我的全部 今天呢 我本人特别激动 刚才几位老师给我这个作品点评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非常忐忑 我说这句话我说不说 在一起 在一起 这说的话 说完了吗 还是没有说呢 我意思是 你在台上给那个女人归那么半天了 这回就不能归一下 调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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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我今天并没有为你准备钻戒 但是你会拥有一个的 我想大师的胃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愿意 没想到啊 组团上转晚还是一个公益的品牌 还做了一件好事 希望你们下次好好